请看《启示录》十四章 请看《启示录》十四章 第六节 十四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第七节 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 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 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纵水全员的第八节 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 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成 倾倒了倾倒了 第九节 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 若有人拜寿和寿相 在额上或在手上受印记 第十节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悲众存衣不杂 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 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十一节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寿和寿相 受他名字印记的 昼夜不得安宁 十二节 圣徒的人爱就在此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 圣灵说是的 他们惜了自己的劳苦 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今天下午我们想根据这段圣经 继续来学习 《飞行天使空中传福音》这个题目 求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 这是当年使徒约翰所见的意象 他看到三位天使飞在空中 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有一个信息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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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信息的福音 应当敬拜神将荣耀归给他 第二个 第二个 Babilon大城清倒了 清倒了 第二个 Babilonia colapsó 第三个 若有人败受和受相 而且额上手上受了印记的 这个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他要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然而圣徒的忍耐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最后 使徒约翰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你要写下来 从今以后 在主里面死的人 有福气了 圣灵马上回应说 是的 他们洗了世上的劳苦 做工的过效 也要随着他们 这一次的疫情 从去年十二月底到目前还在继续 各地的教会 不得已纷纷把会堂聚会 转为网路直播 让这一段的预言 应验在我们当中 因此小弟个人在这一次的疫情期间 有两个很深刻的感触 第一个是瘟疫本身 第一个是瘟疫本身 第二个是飞行的天使 这一部分小弟就用飞行天使 空中传福音 来彼此典礼 小弟把它归纳成四个重点 分四次来学习 第一个是瘟疫本身 第一个是天使 天使是指谁呢 第一个是非在空中 第二个是永远的福音 第三个是永远的福音 第四个是圣徒的忍耐 那么很感谢主 有关第一点和第二点 我们之前已经分别查考过了 今天下午我们继续来学习第三点 永远的福音 这是在这个异象当中 飞行天使空中传福音的大港 有三个主轴分别由三位天使 依次来传讲 不过详细的内容在这里 并没有一个一个解说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也没有这个必要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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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很完整又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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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那这一点非常重要 小弟就将个人从主领受的一点点 丙碎跟大家分享 我们或许可以从四个面向来了解 第一个是前言 首先请看启示录十四章的第六节 启示录十四章第六节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伯物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这一节可以算是这个意象的引言 这就是这个词 说明飞行天使飞在空中 传福音的主题 还有传福音的对象 主题是永远的福音 对象是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 不过接下来马上又讲 就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没有错 以对象来说 所谓住在地上的人 在启示录 是专止不信耶稣的人 请看启示录第六章 请看启示录第六章 到几时呢 再看第八章 第八章请看十三节 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 并听见他大声说 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 你们住在地上的人 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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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启示录 住在地上的人 是指不信耶稣的人 包括所有不认识真神 或者是抵挡真神的世人 但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却可以使主所选招来的圣徒 请看启示录第七章 第九节 七章九节 此后我观看 见有许多的人 没有人能数过来 是从各国各族 各民各方来的 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 身穿白衣 手拿 宗座之 就这些圣徒来看 是从主各国各族各民各方 选招来的 所以就灵来讲 他是属天的 然而他们的肉体 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难怪那个启示录十四章的十二节 才特别又提到圣徒 这个在表示 飞行天使在空中传乎 不仅是对外开拓 同时也要对内牧养 其实所有的道理对世界上 所有的人都一样重要 对还没有信主的人 是指引启发他 对已经信主的人 只是提醒坚固他 因为神的道本来就是 两刃的利剑 所以在这里 才把主题定做 永远的福音 说明神的道理 两个最重要的特律 这个是福音 第一个是福音 先看罗马术第一章 先看罗马术第一章 罗马术第一章 16节 一章十六节 一章十六节 我不以福音为始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就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 后是西里尼人 是的 整本圣经的总归就是爱 总结就是基督 目的就是救赎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先是犹太人 后是外邦人 因此才称他叫做福音 意思就是好消息 意思就是好消息 官夫万民的 这是官夫万民的大好消息 这些计划 包括得救的真理 也包括灵修的要道 那另外一个是永远 不就是有一个福音 就叫做永远的福音 不是说另外还有一个福音 就叫做永远的福音 就本职来说 请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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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节 二十三节 因为凡有血气的 劲都如草 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话 草被苦干 花被凋谢 二十五节 文有主的道是永存的 所传给你们的福音 就是这道 表示神的道 不只是一世永不改变 神的道 更是永不会去永远长存 就算是天地都会去 神的道不能会去的 这个才是最有价值的宝贝 在末日之前 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它 所以过来从结局来看 请看彼得前书的二十五章 请看彼得前书的二十五章 当末日审判之后 人的灵魂的结局 只有两个 不是得救往永生里去 那就是灭亡往永生 永行里走 一个是好的无比 另外一个是痛苦 极其痛苦 而更重要的是 这将成为永远的定局 不能改变 而怎么样来决定呢 就端看这个人信或不信 到底他信不信 从这永远的福音 他需要强调这个福音的绝对性 还有它的重要性 盼望我们在末日之前 务必要赶紧抓住 这个最后的聚会 要努力去传良永远的福音 这就是为什么飞行天使 飞在空中 传永远的福音 最主要的理由 不只是要传给住在地上 所有不认识真神 或者抵挡真神的世人 同时要提醒 主耶稣从各族各国各方各民 选招来的所有的圣徒 包括你和我 而是让我们趾将其帮助 同时帮助 于是接下来 三位天使就从这个基点 大声地宣告 这个永远福音的内容 分別用三個詛咒來呈現 第一位天使,請看起司律十四章的第七節 起司律十四章的第七節 第一位天使大聲說 應當敬畏神,將榮耀歸給祂 因祂施行審判的時候已經到了 應當敬拜那創造天地海和縱水全圓的請念 七, diciendo a gran voz, temed a Dios y dadle gloria porque la hora de su juicio ha llegado y arrodad a aquel que hizo el cielo y la tierra el mar y las fuentes de las aguas 第一個主軸是宣告得救的信仰 el primer eje del mensaje es el evangelio de salvación 講人跟神之間的關係 y habla de la relación entre Dios y los hombres 這是決定人的靈魂將來得救或者滅亡 sino que es el deber que toda persona creada por Dios debe tener 本分不盡就是犯了被逆神的大罪 primero que es el Señor Creador segundo que es el Señor de la vida tercero es el Señor del juicio y un Dios verdadero hay uno solo así que es el Señor Jesucristo 虽然他為了救出 我們曾經道成肉身來到這個世界 a pesar de que para salvarnos el Verbo se hizo carne y vino a este mundo 但他原本就是這位真神 是神本體的真相 pero es el Dios mismo y su verdadera imagen pero como podemos confiar en Él hay tres pasos primero adorarle que incluye arrepentirse, creer, ser bautizado, obtener Espíritu Santo luego ingresar en su cuerpo que es la iglesia y pasar una vida de creencia y de adoración 那再過來要敬畏祂 segundo, hay que temerle 包括遵守祂的教訓 尤其是神的诫命 incluye guardar sus enseñanzas y más aún sus mandamientos 还有耶稣的真道 特別是内心的领袖 y incluye también la verdad del Señor Jesús que es el cultivo espiritual interno hay que amarlo con todo corazón con todo ser y mente también que amar al prójimo como a sí mismo amarse mutuamente y tercero, hay que darle gloria glorificarlo ¿cómo glorificarlo? 除了要做世上的眼 做世上的光 además de ser la sal y la luz de este mundo hay que también sacrificarse hay que llevar la cruz todos los días para seguir a Dios hasta el fin hay que vivir por el Señor sufrir por el Señor incluso morir por el Señor 那把这些加起来 信仰才算完全 si sumamos todo esto entonces esta creencia será completa 这种人 才能够 非常有把握的得救 今天国 solo una persona así tendrá la seguridad de ser salvado así en hoy en los posteriores días no importa si es una persona de este mundo sea creyente o no que es lo primero importante lo primero es reflexionar sobre la relación que tiene uno con Dios y no tomar la fe como un accesorio 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的信仰是对 hoy frente a Dios mi fe es correcta es完全的 es completa puedo enfrentarme y ver a Dios en paz no nos olvidemos que el día del juicio ha llegado ya no queda mucho tiempo 这是第一位天使 飞在空中 传永远福音的 第一个重要信息 este es el primer mensaje de los ángeles voladores del primer ángeles 第二位天使 请看 启示录 十四章 的第八节 con respecto al mensaje del segundo ángel lo vemos en el versículo ocho del capítulo catorce de Apocalipsis 请看 启示录 十四章 的第八节 veamos Apocalipsis capítulo catorce versículo ocho 第二位天使 接着说 叫外面 那这是决定人的灵魂 将来是得救 还是灭亡 最重要的关键 y esta es la clave que determina si el espíritu de una persona será salva o no en el futuro y nos enseña que la fe no es solamente tener esperanzas en este mundo en esta vida y menos aún buscar la abundancia en lo carnal este es el conocimiento que debe tener cada uno que conoce a Dios si el conocimiento es incorrecto entonces le está dando espacio al demonio y a la maldad entonces en el futuro será destruido con este mundo y especialmente hay que tener más cuidado antes del día final en este 第二位天使 所传的 cangá 非常的简单 简洁 así el mensaje de este segundo ángel es muy simple 只有 两个 认知性 de 警告 solo hay dos advertencias en cuanto a los conocimientos a pesar de que es corto pero es muy importante y además porque es un cambio en cuanto a la escala de valores primero entonces que ha caído Babilonia veamos Apocalipsis capítulo 17 第一 capítu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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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versículo uno 第一 拿着七丸的 七位天使 说 有一位前来 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将坐在 重水上的 大淫妇所受的 刑罚 指给你看 再请看 第四节 ahora versículo cuatro 那女人 穿着紫色 和珠红色的 衣服 用金子 宝石 珍珠 做装饰 手里 拿着金杯 杯中 盛满了 可证之物 就是她 淫乱的 误会 请看 十五节 第十五节 天使又 对我说 你所看见 那个淫妇 种在 种水 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 多方 再请看 十八节 你所看见 的那女人 就是管辖 地上 众王的 大臣 再请看 十八章 第二节 十八章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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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大声喊着说 巴比伦大城 青岛了 青岛了 成了鬼魔的住处 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 并各样污秽 可证之雀鸟的巢穴 第三节 因为列国都被他 携淫大怒的酒 倾倒了 地上的君王 与他行淫 地上的客商 因他奢华太过 就发了财 再看 第八节 第二节 所以在一天之内 他的灾样 要一起来到 就是死亡 悲哀 饥荒 他又要被火烧尽了 因为审判他的主神 大有人力 再请看第十节 因怕他的痛苦 就圆圆地站着说 爱哉 爱哉 巴比伦大城 坚固的城啊 一时之间 你的刑法就来到了 再请看十九节 他们又把尘土 撒在头上 哭泣被爱 喊着说 爱哉 这大城啊 凡有船在海中的 都因他的珍宝 成了富足 他在一时之间 就成了荒肠 二十节 天啊 众圣徒 众使徒 众仙子啊 你们都要因他欢喜 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 生了你们的缘 二十一节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举起一块石头 好像大魔石 扔在海里说 巴比伦大城 也必这样 猛烈地被扔下去 绝不能再见了 有关巴比伦 青岛的预言 在启示录十七章 十八章 有非常详细的描述 大巴比伦就是坐在 种水上面的那个大音符 La Gran Babilonia en la Gran Ramira que está sobre Las Muchas Aguas 种水就是多民 多人 多国多方 全世界 Las Muchas Aguas se refiere a todas las naciones tribus lenguas y pueblos 它的特征 外表 富足 高贵 里面 却是淫乱 可圣 en apariencia es honorable y rica sin embargo en su interior está llega de abominación y fornicación 因而列国 都被他 携飲 大弄的酒 清倒了 y todas las naciones han sido engañadas por su vino 君王 都跟他 行飲 客商 都因他 发财 los reyes fornicaron con él y los mercaderes hicieron negocio y se enriquecieron enriquecieron por ella 那怎么 发财 como se enriquecieron 就是靠 他奢華 来经商 买卖 haciendo negocio con despilfarro de sus lujos 结果 没有想到 在末日 之前 他却 在一时 之间 一天 之内 清倒 sin embargo inpensadamente en un instante un solo día ha caído 被火 烧尽 成为 荒 肥 consumida por el fuego y convertido en una tierra desolada 而且 絕對 不能再 看到 y nunca 再 看见 y nunca más será vista 那你说 靠 他的 当然 必 跟他 同归 于尽 一样 claro lo que confiar en ella también perecerán juntos a ella 第二个 因此 人 只有 从 那个 城 里面 出来 才能得 救 segundo por esta razón solo aquel que se aparta de esta ciudad puede ser salvado si permanece dentro de la ciudad morirá 请 看 Apocalipsis capítulo 17 第六节 versículo seis Apocalipsis capítulo 17 versículo seis 我又看见 那女人喝醉了 圣徒的血 和为耶稣 作见证之人的血 我看见他 就大大的稀奇 再请看 十八章 第四节 十八章的第四节 我又听见 从天上有声音说 我的名 你们要从那层出来 免得与他一同有罪 受他所受的灾严 第五节 因他的罪恶 套天 他的不义神 已经想起来了 虽然万民都喝他 邪淫大怒的酒 拜倒在他的十六旬下 但是想要得救的人 却绝对不可以 一定要反向奔跑 跳脱他的迷惑 跟挟制 其中特别是圣徒 还有为耶稣 作见证的人 就是作圣工的传道 小心自己的血 会不知不觉 被他喝醉 被他吸光 特别人 不要以为他看起来不是瘦啊 他没有吸毒神的名号 其实他同样非常可憐而且非常可怕 这是第二位天使 非在空中传永远福音的第二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第三位天使 请看起司徒十四章的第九节 请看起司徒十四章的第九节 请看起司徒十四章九节 第九节第三位天使 紧接着前两位又大声说 若有人拜授和授相 在额上或手上授的印记 第十节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衣不杂 他要在圣天时和高阳面前 在火与流氓之中受痛苦 十一节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 那些拜授和授相 受他命的指引记得 昼夜不得安静 请问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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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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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主族是宣告信仰的逼破 再讲人跟兽之间的关系 这是决定人的灵魂将来要得救或者灭亡最严峻的挑战 提醒我们要进天国必须经历很多的艰难 我们的信仰绝对不是在进大门在走旁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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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每一个想要得救的人必须经历的试炼啊 唯有通过这个试验才能够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 难怪第三位天使在这里所传的刚要特别具体啊 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很清楚地看到 只不过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里面 对这支书并没有详细地记载 我们看启示录十七章第三节 请看启示录十七章的第三节 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 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珠红色的瘦上 那瘦有七头十脚遍体有亵渎的名号 再请看十六节 十六节 你所看见的那十脚与兽必恨这淫乎 使他能落至神,又要吃他的肉,用火将他烧尽 十七节 因为神使诸王同心合一遵行他的主意 把自己的国给那兽 只等到神的话都应验了 在这里只简要地告诉我们大淫妇 跟这只兽的关系还有结局 同时强调这一只兽是七头十脚 遍体有亵渎神的名号 就是第一基督的 那至于他怎么样被迫圣徒 那就必须要看起司律十三章 所以在这里总结性地提出两点的预告 第一个预告 他会强迫万民拜兽跟兽相 包括圣徒在内 第二个预告 他会要求万民的额上、手上必须受兽的印记 否则就不能做买卖 意思就是你想买东西都买不到 包括圣徒在内 那当然 凡事不听从他的全部要被杀害 这种逼迫相当大 但是这种罪行也相当重 所以末日一到 他和随从他拜他受他印记的人 都必喝神大怒、唇一不杂、毫无怜悯的 審判跟刑法 他们将在圣天时和羔羊的面前 在火与瘤之中受痛苦 那受痛苦的烟要往上冒 直到永永远远不会停 说明这种人的结局更可怕 因此末日之前 我们所有的人都务必要把这件事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不要一天一天 又再过日子 好像什么事都不会发生 一定要做好心理准备 第一个,这个局数将很快来到了 第一个,这个局数将很快来到了 神的话句句应验绝不拖延 第二个,到时候我要怎么选择 我是要贪神怕死来拜仇吗 还是要忍受逼迫来拜神 这将是最后最严峻的考验 是最大最彻底的试炼 是最大最彻底的试炼 那问题是 以我现在的信仰状况 到那个时候 我真的能靠主至此中心吗 这是第三位天使 飞在空中传永远福音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好,最后请看提摩太前说 最后请看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 十五节跟十六节 提摩太前书四章十五节十六节 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 并要再次专心使众能看出你的长进来 十六节十六节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横行 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 又能救听你的人 请念 十五节 十五节 十六节 十五节 十五节 今天我们每一个都是神 水天的天使 都应该做飞行的天使 我们都应该努力积极地运用各种资讯管道将模式永远的福音传给所有不认识真神或抵挡真神的事人 我们的力量积极地使用各种资讯的信息来证明 每个人都没有知识真神的神神 同时提醒主从各国各自各方各民各自民选择所有的聖徒 只是我们不可以单单宣告得救的信仰 我们更要宣告大Babilon的青岛 尤其要宣告末日信仰的大秘宝 这三个主族我们必须要齐头并进 因为时候不多了 審判已经到了 除了这个之外 当我们会在宫中大声宣告的同时 请别忘了最先听到的永远是自己 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先做起 信用这三个福音的主族 因请专心的灵修自己攻克其身 使众人看出我们在信仰上确实有长进了 不要老看都是你跟我差不多 不仅仅能谨慎自己跟自己的教训 而且在这些事上凭着信心 要持之以恒 要坚持到底 这样相信我们不但能救自己 又能救那些听我们的人 或者很可能我们会像 保罗所说的 我传福音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请问这不是天底下最大的被爱吗 这不是天底下最大的被爱吗 好 唱诗 4001首 441首 唱诗 481首 441首 4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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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